Om Guru Lenshan Siddhi Ho 我们在讲禅定的一首祭 那么最后呢是反反修持快快到 这一句的意义很深 所谓反反修持啊 就是要你很细心的 很落实的 很实际的 这样子呢 所谓的快快到是这种 你这样子做 就能够到达 很快的到达境界 很快的到达境界 现代人啊 一般来讲 他对这个就比较舒服 一般人来讲起来就是想说 他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正果 很快每个人都想快 但是你没有缓缓的修的话 你一束则不达 想要很快达到境界 但事实上 你必须要落实于修持 我们在密教里面呢 这个修持的方法 禅定入这个三昧地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这种口诀 你必须要很仔细的去体会 像呼吸来讲起来 一定很细的 很慢的 很长的 所以你要禅定 为什么要细啊 慢啊 长啊 因为心要心不动 心不动啊 你光才会定 那个光显出来是定的 你心一动啊 那个光啊 一定是闪动的 比如我们看光啊 眼睛闭起来看光 你心假如要动的话 光一定是动的 唯有你心不动的时候 那个光才不动的 所以禅定的口诀啊 要叫你身体啊 不动 像什么 像死尸 像尸体一样的 全部都死了 那个口啊 不动 口不动要像什么呢 像哑巴 像哑巴一样的 所以在密教里面 讲说是弦断 断弦 弦断就发不出声音了 就是哑巴 再来 再来 亦不动 亦不动就是心不动 像什么呢 像无影晴空 没有云的晴朗的天空一样 不动 这是心不动 这三个不动 这三个不动之下 你禅定的时候 光明才显 光一显出来 这个光啊 也是不动的 只要你心啊 稍微动一动 那个光就是动的 那这个口诀啊 是很难办得到 但是要经常的练习 你知道 这个我们在坐定的时候啊 会有分层 我经常看到的这个 我们入三摩地啊 修法的时候入三摩地啊 啊有的头啊 这个歪向这边 有的头歪向这边 我好怕这个 我们这个摄影仪器啊 去创造 因为一个头 往这边倒 一个头往那边倒 都快要创造这个 这个摄影机了 那个录影了 那个机都快创造 很危险 创坏了要赔了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昏尘 昏尘 昏尘的时候怎么办啊 就是你一直 昏昏易睡 昏昏易睡 怎么办啊 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身体啊 不动 而且要挺起来 啊 压住猴节 清晨稍微振作一点 这个可以抵制这个 啊 分层 两眼向上看 也可以抵制分层 两眼 虽然是半闭半开的 但是两个眼睛呢 向上 往上看 这个可以抵抗分层 所以不能分层的 你们一坐一坐 通通都睡着了 还什么入三摩地啊 他们讲说是入四摩地 都睡着了 所以禅定的时候啊 不可以分层 但是也不能掉几 什么叫掉几 在那个书上写 分层掉几 都不可以 掉几就是精神太好了 你入定的时候 你精神很好 定不了 精神太好 精神太好的时候 还妄念纷飞 还一下子想到这个 一下子想到那 一下子一直想 我要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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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精神很好 哇 要入定 不能入定 这个叫掉几 那掉几怎么办呢 就是你要 昏沉一点 这是对峙嘛 你两个眼睛向下看 身体尽量松一点 尽量身体放松 那什么东西都让它松 两个眼睛向下看 朝底下看 尽量放松 这样子是对 对峙那个调集 这个有很多 可觉的啊 那念头产生 怎么办呢 马上另外一个念头 去追这个念头 这个念呢 去追这个念 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从何而生 从何而灭 根本无生 根本无灭 知道了这个以后呢 你就可以调整过来 变成无念 那么念头啊 是跟波浪一样的 跟海浪一样的 刚刚开始你要去对峙这个念头 以后 以后你不用对峙了 以后你就观察这个念头 来观察 你这个念头 观察 知道了 念头的本来 念目以后呢 你就能够产生无念的现象 那你自己本身呢 你就能够 不是去对峙念头 而是在念头当中 很快的 它出来以后呢 你就是能够很快的平 那么渐渐地训练你的意念呢 不动 训练你的心不动 这样子的很细 很慢 很长的这一种练习呀 你就能很快的能够到达境界 这个就是缓缓修止 快快到 你一定要落实于这一种禅定的 入山灭地的这一种练习 那么你的境界啊 自然而然很快的达到很高的境界 不能够说我今天打坐 我今天就要成正果 没有这回事 几个月修行 三个月修行精进班 保证得证果 这个不可以的 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缓缓修持 才能够快快到 落实于修法 才能够成就 Ommane ben mi h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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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